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n频道。 今日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,香港著名歌映天后,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,希望大家喜欢。 梅艳芳的江湖恩怨,1992年5月4日,梅艳芳在九龙塘根得道22号, 黄百名旗下的Take One 卡拉OK,和朋友消遣,期间有14K及湖南邦背景的社团人士, 兼电影公司东主黄朗维与他发生冲突,梅艳芳更被黄朗维掌刮, 另一说法是梅艳芳被打了一拳,之后梅艳芳爪向华强之妻陈南求助,事件惊动两大邦会200多人前来曬马。 5月5日,黄朗维于湾仔一酒楼晚线后,遭人池刀斩至重伤,被送到浸会医院留医。 5月7日,有两名杀手洋庄探病,到浸会医院病房近距离枪击黄朗维,黄头部中枪身亡。 根据肖若元所说,黄朗维是被陈耀兴斩伤,黄朗维被斩后, 仰言必要杀死陈耀兴作为报复,因此陈耀兴先下手,找人杀死黄朗维。 命案后,梅艳芳立刻离开香港,到泰国被封头。 因枪击事件被指涉及新义安卓浩湾仔之府的骨干成员陈耀兴。 7月8日,警方拘捕陈耀兴,当晚有近200名帮会成员,包围警局要求放人。 1993年11月,陈耀兴在自签担保期间,到澳门参加格兰披治赛车比赛。 11月21日凌晨,在酒店外被三名枪手伏击,枪手连开约十枪。 当时陈耀兴打算开车逃走,最后陈在车内头部中枪身亡。 当时有传,杀陈耀兴的主谋是黄朗维之兄黄朗维, 萧若元子主谋是黄朗维之妻,更有人扬言。 梅艳芳是下一个目标,最后有传。 梅艳芳花了一千万元,以平息事件,此事为谣言。 梅艳芳入品法院,仲告某杂志造谣梅艳芳花钱摆平。 最后,杂志社与梅艳芳达成私下和解, 杂志社赔赴梅艳芳一不赔偿金。 黄朗维和陈耀兴两宗凶杀案,至今仍未破案。 好,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。 今天就讲到这里,下一集我们再见。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 和分享给你的朋友吧。 拜拜。